在台东县长宾乡有一所109年历史的长宾国小 它的哨棒队一样历史悠久 从1930年代开始就打下了无数辉煌战机 是台湾东海岸的哨棒竞旅 但是没有想到这支球队居然在9年前因为资源不足而解散了 直到去年一位热爱棒球的校长调来学校 他开始重新号召球员找回教练 一心想带着球队重返当年的荣耀 尽管他们仍然缺乏足够的经费 但是师生们不怕 练习用的球缝了又缝 在球场上钉鞋大家轮流穿 客难的继续奋战 这感动了不少民众跟企业 包括了一群远在台北市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学生 他们为球队写行销企划 带着小球员上街头募款 从东台湾到北台湾的热洗棒球魂 能够帮助球队完成梦想吗 一声清脆敲几声 棒球穿越东海岸天际 深情瘦小的长冰国小球员 奋力迎接对他们而言是高难度的球员 教练整场急言立色 孩子吸收手臂不安地挥着球棒进腿失聚 球员们感受巨大压力 校长不得不走进场中改用柔性指导 会很紧张吗 就当作是一般的练习 不要说看到那个学长就会觉得比较担心一点 就照正常的头 这只是是每周三的例行分组比赛 为什么教练和校长却这么重视 因为师生们有着共同梦想 他们要振兴台东海线哨棒队的光荣传统 其实主要看都是八十几 非常多 像这个东海岸杯 以前这个比赛其实办得蛮大的 那其实精神锦标就是低迷的意思 也就是全台东县的 有棒球队的学校都来参加一个联赛 为了纪念这个球场落成 那我们当初是拿到冠军 像这个十字杯 那其实他去比的球队 其实除了台东的强队都会去打之外 花脸的会去打 所以有办法得到冠军也是蛮不容易的 八十五 走进校长是小洛玻璃柜 数十座闪耀的奖杯 镇守着长宾国小从1930年至今累积的战果 这座109年历史的小学 不但球队厉害还出棒球名人 像是陈庸基 陈俊秀 苏伟达 都是风光驰骋在中华职棒队伍里的长宾国小校友 然而就算年轻球员能在运动场上号召上万球迷 却很难撑起长宾国小只有35个少棒队员的空荡球场 2008年这支曾经战功标柄的棒球队居然荒谬地被解散了 台东最早的11个少棒队里面有7支是东海岸这条线的 那现在已经凋赢到真正有办法顺利运作了不过三四支 长宾国小的棒球队不见了 我想对东海岸整个棒球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跟挫折 台东长冰箱人口严重外移 球队能招募到的球员越来越少 外界赞助跟着缩水连家长都不太支持孩子们打球 在对一个工作生活离不开棒球 也曾是投手的新科校长严正雍来说 怎吞得下这颗遗憾 39岁的年轻校长说起东部少棒队 从日志时期以来的辉煌传统时眼神发亮 但一谈到这十多年来的凋零神情力 非常严重的打击 他想延续百年老校的哨部义卖 让他再站上舞台发光 然而缺人缺金费的现实摆在眼前 他该怎么做 运动场的话一个礼拜就要开 外围的话大概是两个星期 体格精壮的苏学良 以前就是长宾国小的棒球教练 2008年球队解散 他失去教练工作 无奈的继续当个专职工友 直到校长2016年调来长宾国小 地图震惊球队 苏学良的棒球魂瞬间被点燃 两人一拍几合 他又重拾教练的身份 而且从跨领域工作里 产生对抗贫乏资源的勇气和乐趣 我们的学校要剪 跟柯草啊 大同小异啦 因为可能是我重拾这个工作的关系 所以觉得你头发很简单 像棒球场的看动就太大了 起伏太大 像头发都不会 蛮顺畅的 割球场草皮的出众工作 练成帮小球员轻松理发的功夫 苏学良体会学校建设经费不足 因此尽管兼任工友和教练的工作 离一份终点费工作量超出四五倍 他也不以为意 然而想把活泼好动的孩子们 变成厉害的棒球队员并不容易 苏学良的方法手中专注 孩子们一旦被发现不转型了 马上被教练加强肩膀训练 手在下面 右手在上面 这样盖起来 不是这样盖哦 知道吗 知道 这为什么两个孩子都不会看我 好 来 你们看到那个后面 那个棒球那边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 好 跑到那边 再回来开始动作 最后抓 最后三个 然后第二三年级 这个过程非常练 小朋友你也知道吗 小朋友兴趣就是晚 一下子你跟他讲 可能下一秒钟他就忘记了 就是这样 就不停地去叮咛他了 三 二 一 五 三 四 先练专注再谋战绩 是苏学良的带队心法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孩子 将来都能仰赖打棒球为生 10公里100公尺 校长因此特别为小球员开办客服班 注入学业辅导成绩大有进步 18加59 快去 请走来拿便当动作 快 请走 每天从晚上6点到8点的客服班 附带晚餐 而且全部免费 学生兼顾课业和打球 家长也乐意支持 长宾绍棒队的振兴之路 才走得长久 绑马尾提着牛奶桶 帮孩子们补充营养的张元凯 是棒球队的客服老师 张元凯的正职工作 是皮剑设计师 工作师远在台北 因为父母年幼时 受到外国传教士帮助 启发了他趁年轻 走进偏乡教学的念头 他希望从带动孩子的心 着手 练战技更要具备好品格 你能不能自主管理 你能不能合群 你能不能融入在团体生活里面 他们长到其实不打棒球 那他们也会是 我觉得也是会是一个 希望也是他们也可以成为 一个很好的人啊 或是 工友教练 热血校长 保姆老师 三人撑起长宾绍棒队的铁三角 锻炼孩子们的专注力 战绩和品格 希望让这间百年绍棒名校 重返历史荣耀 然而人才到位了 但经费仍然不足 比赛换场 攻守异位 因为钉鞋数量不足 双方球员得在球场上 换穿钉鞋 经费不足的少棒队 每一项物品都得来不易 外界捐献的球具除非是重要比赛 平时哪舍得拿出来用 比赛用棒一支可能就是要 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那钉鞋就是一双 一千六来算 那买了二十五双 总共四万块 外界赞助少 是因为企业赞助要看战机 长宾绍棒队 2008年解散之后 当然之后就没有战机 因此几乎没有企业会注意到他们 而且学生人数少 加上捐款也相对缩水 即使教育部一年补助二十万 但对于一年花费一百万起跳的 少棒队来说 经费缺口相当大 事实上虽然只是少棒小球员 他们从头到尾的装备都很昂贵 从钉鞋 球衣 头盔 手套到附件 全身上下至少一万五千元 而且每一样都是消耗品 所剩不多的经费 已经很难让孩子们出远门比赛 与其他球队切磋实力 去比赛 比赛的费用 没有钱就不出去比赛了 尤其外县市根本就不要想 一千块的 甚至五百 两百 其实这种小额的情况非常非常多 每一笔资源都很重要 然后我们也都很感谢这些 愿意支持棒球 愿意支持孩子的 这些热心的人士 夜幕低垂 孩子们早就回家 这三位热血师长 却仍在办公室讨论着 如何用极有限的资源 让学校重登哨放舞台 尽管经费困难重重 校长人不服务 向亲朋好友木块 留税企业捐款 也发挥了效果 也开始有民众临心送来求聚 这个球搜 长兵 国小 光球队 加油 这群八十几年次的大学生 是距离台东长兵284公里远的台北市文化大学学生 正准备着行销课程的毕业制作 从师长们的口中得知 长兵少棒队很拼命 实际前往台东 看到他们的器材却相当不适 可能外界有资源 就是圈一些头盔啊 可是那些头盔都其实是 很多都是不符合他们头盔的赛 就是练习的时候可能帽子都会一直掉下来 练习球啊 他们很多都是缝了再缝 然后继续练习 然后地板上有很多坑洞 就是地面都是积水 如果小朋友在那边练习的话 就是非常安全 一二雷三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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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们干脆以少棒队 作为避制的行销案例 写气话做道具 不时搭火车当日往返台北台东 为长兵国小的孩子们上街头网路幕 我们越来越小生的 现在我们是生命中小小宝队 我们想 变台北打球 希望大家传无愿望 小球员礼貌诚恳的态度 勇敢追梦的神情 打动了当地民众的心 很多人大钞一张掏出 路过民众也跟着响应 他会停下来 请我们停下来 要帮助我们的资金 直接捐到我们的募款商里面 当下其实没有想到说 会有这么多人 愿意伸出援手 一远串的努力 从台北串绵到台东长兵 热血精神开始燃烧 学校师长们尽管辛苦 却在与孩子们的互动里 找到振兴棒球队的持续动力 像是被棒球打到的小女生 一边喊着痛 还要继续练球 大人们心里很清楚 这些一个棒球队得付出长时间 越挫越勇的努力 才能达到目标 这也就是棒球精神 但天真的孩子又是怎么看待 这苦乐参半的训练之路呢 今天许之一投球投编了 然后换虎尾色换下场 虎尾色准头准头的很准 然后我就去 长兵国小还在竭尽所能 为真心少棒的梦想而努力着 但这过程里 大家却发现更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一群人 从东台湾到北台湾 大家请力相助 帮助偏乡孩子们 克服困难的热情 台湾可以没有棒球 但不能失去 这股面对困境 坚持不放弃的棒球精神 谢谢你们 我们会继续加油的